第四百二十二集 我咬牙坚持 但最终还是没有忍受得住 眼睛一闭晕了过去 当我再次恢复神志的时候 已经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躺在暗无天日的棺材里 耳边已经没了黄河流水发出的声音 反而是一种仿佛身前入河底的空灵巨像 这让我的心不禁一颤 难道黑色棺材已经沉入黄河底了 我没有第一时间去慌乱 而是感受着自身的力量 我这一调动顿时心中气息 恶星力量已经回来了 也就是说自身的身体素质 已经成功增强到 可以接受恶星力量 那我岂不是已经拥有了 北河三星的全部力量呢 我心中大喜 北河三星的全部力量 就意味着 我几乎可以主宰一切 我发出一声压抑不住的低吼 恶星力量爆发 瞬间掀开了棺材盖 同时一股压力极强 带着沙土的黄河水清泄而来 我一眯眼 恶星力量瞬间形成 一个屏障 将这些清泄而来的黄河水 阻隔在外 最后我从棺材里站起了 身子随着河水的浮力 慢慢漂浮起了 但因为有恶星力量的保护 我完全没有被河水触碰到一点 我一路上升 很快就来到黄河之上 我身上一探 就从黄河水里出来了 身上却一滴水不沾 最后我轻轻一点身子 就漂浮到黄河岸边 而这一幕刚好被从家门口出来的 李两华看见了 他瞪大双眼看着我 满脸震惊 张着嘴巴想说什么 却因为震惊而说不出来一个字 我微微一笑 手指轻轻一点 李两华顿时开口说 你居然还活着 我说是啊 李两华一脸的不可思议说 可是那黑官已经沉入河底了 你怎么出来的 我笑了笑没有直接说 而是学着李两华之前的样子 说这事不能说 李两华苦笑一声说我学他 而后也不再多问 而是叹了口气 说我这一觉睡了整整七天 他都以为我辞定了 而这几天里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有些好奇 问他发生什么事了 李两华便讲给我听 在我躺进黑棺的第二天 这黄河边上就出现了一具死尸 李两华说这具死尸死得非常不寻常 因为他当时就在现场 李两华看见当时地上已经被鲜血浸透 看着血液干涸的程度 死亡时间应该不短 而尸体已经被残忍的分尸层的三四尸块 面目全非 连是男是女都看不出来 不过诡异的地方就在于尸体被分尸的模样 看着这些尸块的边缘 并不像是被力气切割出来的平滑面 更像是被大力撕扯开的 尸块的边缘增资不及 甚至有的两块尸块间血肉还没有被完全扯断 还在牵连着 可是要做到这一步需要的力道何其恐怖 当时身边的围观人群不断地更换着 有的人看了一眼 而后被吓得惊声尖叫呕吐不止 连第二眼都不敢再看了 但是有好奇的人会上来看一眼 然后就如之前那人一样吓得魂飞魄散 直接屁滚尿流地跑走了 然后再看一眼 再看一眼